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澳洲举办FRC机器人竞赛,台湾的台中市明道中学与四所学校参加与其他来自全球各地36支队伍竞赛,最后5队接打入复赛,主持人特别挥舞中华民国国旗为台湾队伍加油,而明道中学则获得2018最佳形象奖。 台中市明道中学,台北美国学校,协同中学,北义女中及南科时中等校师生,11日分别组成5支队伍前往澳洲参加FRC机器人竞赛,明道中学首次参赛就进入澳洲区前四强并获2018最佳形象奖。 今年台湾共有5队前往澳洲进行3篇的竞赛,当所有台湾队接打入复赛或在场观众赞赏肯定,主持人特别挥舞中华民国国旗为台湾队伍加油,让参赛的台湾队伍相当感动。 FRC由非盈利组织FIRST Foundation主办专为14-18岁国高中生所设计,鼓励青少年透过比赛研究并实作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艺术、数学等新领域。 FRC比赛方式为每三队组成联队进行积分赛,积分前8名队伍在挑选联队进入复赛。 明道中学MDHSFABLOB7130第一次参赛就以功能性战略受积分前3、4名队伍邀请组成联队参与复赛,在联队合作下进入准决赛。 最后于4,一个队伍中脱颖而出,夺得澳洲区前4名夹击。 FRC主办单位每年1月公布当年的挑战主题,学生需于6周内制作完成机器人并继续比赛会场。 今年挑战规则包括让机器人将方块放上天平,走过开始限级的5分, 哪一队方块放得多是天平倾斜,倾斜时间以秒级的1至2分,分数多者获胜。 主办单位今年在24个国家举行超过160场区域赛事,吸引全球超过3800支队伍,9万名师生挑战。 明道中学代队老师黄成怡表示,今年明道中学第一次参赛,定位在辅助与策略角色。 明道中学制作的机器人较平稳且速度快,这次主攻矮的天平测,略受其他队伍肯定,获积分前三、四名强队邀请组成。 连队机器人受损失,连队队伍主动帮忙维修,赛场上也传来阵阵加油与鼓励声,让参赛的明道身体会到FRC的竞和精神。 参赛学生认为分工合作是获胜要素,这次参赛体认到明次并不是最重要的事。 许多国外学生重视的不是输赢,而是过程有无尽性,并贯彻始终地完成一个作品或计划。 看到自己的机器人上场觉得很有成就感。